寒点在天下第一中 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 第四位开挂一生的成是非 据说成是非的原形是韦小宝 被人迈进皇宫做太监 机缘巧合下进入天牢第九层 遇见了不败顽童古三通 触发了虚逐一般的机遇 古三通被困天牢二十年 所中的纯阳纸伤复发命不久已 或许是冥冥之中早有注定 在他大宪江志时送来的成是非 成是非是古三通的亲生儿子 让古三通有种莫名的清静感 因此将自己四十年的功力 以及无敌于天下的金刚不坏神功 全部传授给了成是非 成是非除了战斗经验不足之外 直接变成了绝顶高手 你现在已经是无奸不摧 欲神杀神 欲佛杀佛 真的是胖胖生命 古三通失去所有功力后 便由尽登窟而亡 成是非利用武当替云纵离开天牢第九层 来到皇宫遇见了云罗郡主 云罗郡主的原形 明显就是贱宁公主 他与成是非不打不相识 对成是非的武功产生了浓厚兴趣 两人因此整天腻在一起见生情愫 谁知太后被人掳走 出云国使者乌丸和立秀公主到来 执意要求见太后 成是非在云罗郡主的要求下 假装太后应付两人 乌丸看出成是非的假太后身份 找准时机暗算起了成是非 成是非也很快做出了应对 成是非用出化功大法 化掉了乌丸的内力 将其好好给教训了一顿 紧接着又用出同样的办法 对付来自立秀公主的暗算 将乌丸和立秀公主打发离去 不曾想成是非的身份 被云罗郡主透露给了铁胆神侯 铁胆神侯连忙找到成是非 将成是非给吓得不轻 情急之下差点用出了金刚不坏神功 云罗郡主前来替成是非解围 让成是非逃出了皇宫 而为了找到失踪的太后 云罗郡主再次找到成是非 用二十万两请她出手 剑前掩开的成是非夜探国宾馆 却被乌丸给发现行踪 与乌丸展开了大战 成是非的实战经验不足 又是临阵学武 根本不是乌丸的对手 被乌丸给抓了起来 折断四肢之后放在了酒坛里 在这里成是非遇见了太后 太后发现成是非的脖子后面 有少林寺的一金金 让成是非修炼一金金 自己接上了断掉的四肢 而后更是用化骨粉设下陷阱 引诱乌丸进入房间 乌丸一个不顺被化骨粉砸中 整个人瞬间发出惨叫 化成了一地的血水 解决掉乌丸后 成是非带着太后回到皇宫 恰巧遇见丽袖公主 大战断天涯和龟海一刀 三大高手比拼内力相持不下 成是非不小心捏到丽袖公主的命门 让丽袖公主瞬间破宫 死在了两大密探的手下 成是非因此立下大功 得到了皇帝和太后的赏识 要他参加护龙山庄的考验 成为皇子第一号密探 想不到师父要杀的神侯就在眼前 但是在云罗郡主的大战高手前 怎么下手 况且变身取他性命也不是时候 而且干爹要我找到苏星公 也不知身在何处了 任务未完 好 就此忍耐 你眼睹刚才删过杀鸡 你想杀谁 铁胆神侯看出成是非有杀星 并且他十分忌惮金刚不坏神功 因为金刚不坏神功是西弓大法的唯一可行 所以铁胆神侯决定加大难度 让成是非死在考验之中 一副想让成是非死 金刚不坏神功是极邪门的神功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那一套功法可以破解他 如果西无中一旦成为金人 那么他就是天下最可怕的怪物